周先生帶著孩子同心協力 將一袋袋衣服 一箱箱罐頭物資分批搬上車 爸爸媽媽現在搬過來吧 車子後車箱被塞得滿滿滿 這些通通都是周先生和友人 一同收集採賣 準備載運到嘉義東石 幫助災民的盛行物資 衣服鞋子 帽子 都是一些穿的就對了 那吃的就是說買那些八寶粥 然後泡麵這樣子 八二三水災造成嘉義東石 好幾個村莊慘遭淹沒 大水淹了整整七天 災民被迫撤退收容所滿腹心酸 家住苗栗後龍在電視台 幫忙做道具的周先生 不忍災民受苦 發心將平時整理落難神明 所得的紅包轉化為助人善款 目前收到最多是三千六 就累積累積 累積我就是分皮把它做善款 把它劃掉這樣 選擇在災民最艱困需要的時刻 伸出援手 周先生帶著孩子 載著滿車近十萬元的衣服物資 和兩萬元的應變現金 南下災區送暖 希望盡自己的力量 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接著彭志明 苗栗採訪報導